视频中的庞然大物是来自山东危海西峡口神雕山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亚洲象南南 他于30日晚产下了保护区第一只亚洲象 然而视频中此时正遭南南象皮蹂躏的却正是他怀胎24个月刚刚产下的右象 分眠之后南南一改往前的奔和顺头变得十分暴躁 尽不知为何八峰子的踩踏踢自己的海洞 保护区工作人员光芒将小象救护 试着让其与南南隔来相处慢慢接受对方 三个小时后为了让小象搁上无路 工作人员试着将院门打开让南南独立门眷 谁知打开门后南南竟散如花狂 先是绕到小象的身后抬起左前轨 将粉丝站立着的小象一脚踢摔在地 小象无力多闪只能任由南南踏踏 而面对着已经腾倒在地的小象 南南并没有救急把手 甚至双脚同时抬起海踏小象 而这次步还低不级纯 南南又拱起向迪将已经躺在角落的小象不停地挤飞装飞 期间工作人员试图阻止人员结束这场莫名其妙的暴动 可他却只是转过身 看了看雷南南的工作人员 紧接着又回身对堂子的小象又踢又踹 像踢足球一样 毫无怜惜地将小象从一个转射踢到另一个转射 再次救出的小象已经连战着的力气 自知只能颤稿的几成身体 能过几秒就突然倒下 而这一倒却是如何也不愿意再站立起来了 躺在地上的小象 在被母亲残忍粗暴的对待 在被伤害的变体磷伤之后 就只是静静躺在角落里默默的脸泪 看着已经流泪五小时之久 眼睛已经无目的想象 工作人员只能不停地对她失去感受的灯水 没有魔术 面对不愿意站起来的小象 工作人员只能将来本用机关 以点点注注小象的追逆 而难难之时也并不好过 自从踩在小城之后几乎没有进食 即使工作人员拿来她平时最喜欢吃的西瓜 难难也是无动无动 令人担忧的是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 让难难奶水充足起来 一旦回来 那么小象就没有吃上母乳的可能了 而目前尚未有相云的淡皮品 能否喝上母乳 将会成为小象能否存活下去的关键